苗栗县猫里红优质红茶品鉴竞赛 成绩日前揭晓 茶农所制作的红茶充分展现花香以及果香 避美东方美人茶 苗栗市农会特别举办颁奖典礼 肯定得奖茶农成果 也盼借此行销猫里红 让更多人认识苗栗好茶 美丽舞者透过热情舞蹈 带领大家畅游三成品好茶 为猫里红优质红茶颁奖典礼 揭开序幕 推动茶产业提升茶品质 苗栗市农会每年办理品鉴竞赛 让农友互相交流 精进制茶及种茶的技术 我们在农村里红的不同的过程 大概比100万以后 我们去研究 所以我们来到这些部分 我们去研究技术部分 在中的部分 中的部分 我们全部去改善 所以按东西年年都虽然比较半年 但是评测是硬眼比硬眼的更好 所以就以麦家来说 就一点不断的去提升 今年猫里红茶评鉴结果出炉 品质不但比去年提升 红茶的花香及果香也充分展现 不输给东方美人茶 成为红茶精品 而针对获奖茶农特地颁奖肯定 未来县府农会也将共同推广 打响猫里红品牌名声 我们也想恢复以前茶的农景 因为苗栗真的可供面积不是很多 那我们一般是山坡地 如果可以适合种茶 我们尽量可以把茶的面积再扩大 那如果提供好的茶叶 那我们才能够让经济更具规模 然后让好的茶种 都做好的最好的发挥 尤其现在我看世界各地 大家喝茶的文化也是非常的普遍 那希望把苗栗的茶叶 苗栗的好茶 不但分享给我们台湾的乡亲 也更分享给全世界爱好茶叶的好朋友 这次猫里红茶评鉴特等奖 最后由铜锣茶农韩顺雄获得 苗栗市青农秋俊奎则包办 头等一头等二 其余头等金指奖银指奖 与铜指奖的得主也一并表扬 期盼未来大家共同努力 让更多人爱上苗栗特色好茶 猫里红 猫里红酒